第三問題就是剛才專員開始都說 這個可能是你任內的最後一次來我們這裏檢保 那我就不知道爲什麽 因爲我們就看到報紙就説 政府會就著你專員這個位置做了公開招聘 就不知道是不是因爲你得罪了方丈 你知道方丈很小器的嘛 那是不是你得罪了人 所以政府要拿你的位置來公開招聘呢 所以我也希望專員講一下 其實你是不是有沒有心可以留任的呢 繼續續約 因爲我們見到你這麽積極在保障個人資料那裏 是做了這麽多功夫 我們當然希望你們的工作能夠延續下去 那看看專員可不可以講一下 因爲你在網子裏講過你被人收訊的嘛 那是不是你得罪了人 好 蔣專員 多謝主席 多謝麥議員對我們的一些正面的一些讚賞 那涉及到就是我這個專員的招聘這件事來講 就是這個純粹就是政府當局的一個安排來的 那或者政府當局這方面如果有任何的回應呢 我相信比我自己本身的回應更加適合 主席我們看回條例呢 其實私隱專員這個位置呢 是可以最多連任一次的 即是說其實掌專員如果他是可以連任呢 就可以連任的 但是我想問秘書長 即是在什麽情況下 你們會被專員去連任呢 即是你現在公開招聘了之後 他又要自己再申請還是怎樣 還是其實你們在決定公開招聘之前 有沒有問過專員 會不會願意連任呢 既然有這麽多工作未做完 願意願意讓他們再做下去呢 即是我們其實爲什麽要這麽擔心 即是我想我們不是要干預一個機構 他怎麽去聘用他們的負責人 但是我們的擔心呢 就是因爲 這個政府裏面是否有很多方丈 即是否如果有一些人 他講錯話 或者他做法 令到那些方丈 看了不開心不高興 接著就說 我給他一封信 然後令到這個人 他會有個擔心 我第二天是否不能續任 我的工作不能夠完成 所以我想 秘書長你講清楚 有什麽機制可以確保 我們的擔心是不會出現的 即是那些方丈是不可以出來搞事 是可以給到一些負責人 他們可以有什麽能力 有什麽魄力 有什麽膽識 可以講他們想講的事 要政府做的事 副秘書長你知不知什麽方丈 不是太清楚 不是太清楚 你答 主席或者我簡單回應 關於剛才多位議員都提過 關於招聘的情況 補師長如果 你不知道什麽是 方丈人太小器 你就很慘 你怎麽去管這個個人資料 你怎麽去看我們互聯網上 究竟有什麽事 現在發生了 你都不知道的世界 社會發生什麽事 方丈人太小器 即是說那些人很小器 政府裏面實在太多小器的人 太多心胸嚇窄的人 好 解釋了給他聽 好 那個形容詞 明白 不是名字 或者我講講 剛才我都提過 就是我們其實今次進行這個公開招聘 其實和一路以往招聘 這個專員的工作 其實那個做法是一致的 其實歷任的專員 不過以前的專員 甚少是有這個作任的情況 但我們以往多次 其實每一次都是進行這個公開招聘 所以我們都覺得 現在今時社會 對於招聘一個公營機構的主管 是有很高的期望 就是期望整個的過程 都是公開公平和透明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用這個做法